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已经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家,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袁医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应该也很常见到的了 不过,有时处理得不好的时候,或者不及早处理,就变了严重一点 就是咳嗽和肢气管炎的问题 肢气管炎一定会有咳嗽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平时咳嗽两声 那怎么处理好呢,还是大部分人都可能不处理它 可能过一阵间就没有了,但是接着就会变了 再去看那些医病疗科的时候,或者普通西医的时候 就会说你是肢气管炎,但是听上去,肢气管炎好像严重很多 其实那个界定的分别是怎样的呢?你的临致 我相信咳嗽是很常见的,但是有些时候,那些人咳嗽,咳嗽到很久 咳嗽到很久,去看医生,医生通常那个短症就是 你肢气管炎,可以这么说 好了,这些肢气管炎,或者咳嗽,通常都是一种伤风,或者上腹系统感染 有时候会有一些烧,喉咙痛,流鼻涕,流鼻水,或者鼻水到后流 虽然感染是一个可以说最常见的情况 但是有时候是因为你吸了刺激的那些物质,或者可能因为那个敏感 那个呼吸道敏感,或者是那个被冬炎的 通常肢气管炎一般都会持续三到五日 有时候当然有时候会持续很久的,很多个星期都会有的 好了,症状方面咳嗽可以干,或者有带痰,或者是濕的 最主要就是觉得喉咙,或者是胸口,有些这样的 吊吊吊吊的那种感觉 出现了一种突然之间很劇烈的,控制不到的劇烈的咳嗽 或者是大量的黏膜出现,导致睡觉睡不到 为什么呢?一躺下就咳嗽,一躺下就咳嗽的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喉咙沙啞,还有喉咙痛,胸口痛,或者是头痛的 好了,这些这样的气管炎都会处理得不会有病发症的问题 很多时候就会出现肺炎,知道肺炎很多人都会处理得不好 很多人都会过身很多,很多人都会有多大 很多时候因为肺炎,会令到死亡 好了,肺炎的情况之下,人们会直接呼吸不到气 人们很软弱,没有气力,或者是持续烧 有些黄黄黄黄、啤啤,甚至有染了血的痰走出来的 这个情况之下,当然你要去找一个专业的医院人员帮你 或者一个合资格的同学疗法医生帮你手 好了,那我闻闻前,看看那个人的样子 它是唇的,看看那个指甲,有没有变颜色,有没有蓝了 就是氧气出现问题 看看那个蜜薄,有没有快,或者呼吸很急速 看看他的姿势,那一个音乐会如何感覺 坐下那么时,正是asive,或是在睡前后又lo sinh 或者他是呼吸的怎樣 听病人说,我谈声很多谈 这个就是Antimonium tartaricum 这个主要症状 如果听到病人说,说我一动,一动就会剪掉 这个就是白斜斤 如果他说,我咳到要死,因为我的痰实在太多了,好像咳到想死 这种很劇烈的咳,就是Caucus cacti,胭脂虫 如果他说,我心底下的咳,即是咳又咳,这个是无尖胎,Drosella 无尖胎,无尖胎,青胎,Drosella 如果你听他的病人说,我常常嘔吐,作闷到死,又咳,但他常常嘔吐作闷 这个就是肚根epicent的症状,如果还有,又流鼻血 咳的发作又流鼻血,这个也是肚根的症状 如果他告诉你,我平时,我一躺下就咳得很厉害 一躺下就咳得很厉害,这个状态就是Rumax Rumax Crispus,是皱液酸膜,皱纹的皱液酸膜 这个是Rumax这个症状 好了,我问问一下,你问一下什么时候开始 有没有某种因素,情绪因素,引发你咳,咳得多厉害呢 多厉害呢,有什么令你咳得起来呢 有什么做会令你舒服一点呢 时间呢,有什么时间会好一点,有什么时间会差一点呢 还有没有分泌物呢,有没有肺那里,或者有什么分泌物 如果有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味道啊,有没有血啊 胃口有没有受影响啊,有没有特别喜欢某些食物啊 再问一下口渴的情况呢,是不是很口渴呢 有什么饮品特别想要喝啊,还有没有烧 还有他精神的情绪状态呢,还有有什么其他伴症啊 这个呢,都是我们那个同学疗法呢 通常要问得很清楚的 好了,简单指引,OK 如果你发现那些咳呢,是个重要呢 是个痰声很重的,好像被那些痰浸了的 那你就立刻想到呢,Antimonium Tartaricum 那个,那个酒石酸蹄,酒石酸蹄,接着呢 递手损,接着呢,就想什么呢 就是那个兔根了,Epicac了,还有呢 那个白头翁,就是由这个,一二三这样开始的 好了,那如果那个人呢,觉得那个口干了的人啊 还有呢,任何的移动都不舒服的 这个呢,就是Brionia了,白射根的主要症形了 好了,那同学呢,如果是咳得,因为肢气管炎 咳得呢,就是很劇烈的咳 那我就会想一下呢,那个Drosella,是无尖苔 那个,还有那个Hipposulfurin,流化盖呢 和Spangea,海绵,跟着呢,就Rumex Rumex,就是那个皱叶酸膜,这几种的疗剂 好了,那对付一些干咳,烤烤咳 这样,详细响亮的呢,都是想想一下 那个海绵,Spangea,Drosella,那个无尖苔 还有呢,Hipposulfurin,流化盖,这几种 那如果那种咳,呢,整天都好像觉得 那如果那个喉咙丁呢,有些东西缩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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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那你就会想一下是Rumex 这个详型,是Rumex的详型 就是那个皱叶酸膜,这个主要详型 那通常呢,就给30支,每4个小时吃 那如果试过三支都不行,就可以转弱的了,OK 那很快的,如果你的疗剂找得好,肢气管炎,咳咒呢 可以在24小时到72小时呢,就可以处理得到的了 那还有没有其他一些自然医疗的方法呢 可以呢,帮到这个咳咳这方面呢 通常呢,我们都觉得呢,就是喝水,喝水 如果能够喝些姜茶呢,是更加会好的 那姜茶很简单的,切几片姜,用热水那里 拿几杯滚水那里,就拿一下煮一下 那有些人呢,就会喝热水,加一些柠檬汁 或者加一些蜜糖 那但是,如果有些人觉得,我蜜糖是惹痰的 那他们就不要用蜜糖啦,那用柠檬汁啦 那也有些人用盐水浪一下口,有些喉咙痛,拿盐水浪一下口 那还有就是维他命C,每4个小时吃500mg 那个β-carotene,那个胡萝卜素,比我吃得多些 是5万个IU一天,升身30mg一天 那也有些人呢,去喝些甘草,甘草和中的 甘草呢,有些是化痰的,帮助你吐痰出来的 那在这个阶段呢,就不要吃那些牛乳类的食物啦 因为野痰啦,不要吃甜的,也都会野痰 肚子太肥肥的东西的 那一天呢,就喝多些红萝卜汁,新鲜炸的 一到三杯红萝卜汁 那也都有一种,健康店经常都有呢 就是那些叫做樱桃皮啦,cherry bark那些咳水啦 那我们都,健康店呢,都有用那个甘草月精华素啦 那个洋葱素啦,这些都有帮助的 好了,在吃同类疗化疗剂的时候呢 通常避免一些香油,即是有机会解那个疗剂的 那比如安柱油啊,那个松油啊,pine啊,松树油啊,那个 那个,那个浆老啊,或者薄荷啊,这些这样的事情呢 都有可能呢,是解了那个同类疗剂的那个疗效的 那所以那种情况呢,就是当然有些人呢 觉得喜欢去查一些香蜂油的 那这种情况就比较小心一点 嗯,好的,麻烦了,袁医生再帮我们呢 因为刚才这一边讲,都很多疗剂了 那希望听众呢,就吓自己 你就是,take down那些那些那些东西呢 袁医生再帮我们呢,是介绍,逐种疗剂介绍一下 好的,那第一个疗剂呢,就是那个antimonium tartaricum 那个酒石酸梯 antimonium tartaricum,酒石酸梯 好了,众生,谈多,涌出来,咕噜咕噜咕噜声的 你听到很多的,你听到,哇,你这么多谈的 可以浸在这里的,那通常呢,是用一些婴儿 或者老人家的智气管液,OK 那么,婴儿呢,小孩子 需要这个疗剂的小孩子,通常呢 他的阵营呢,就是不喜欢被人看他的 很闷疹啊,哭哭啼啼啊 总之叫他,就不要理他 让他自己独自会会舒服一点的 那么,最重要的身体的症状呢 就是那个智气管呢,就充满了些痰,OK 那么,如果他能够吐到,就会舒服一点的了 好了,第二只,白蛇羹 白蛇羹呢,就是不能移动 你记住,白蛇羹是一个很好的疗剂 用很多其他的关节的问题啊 他主要的症状是不想移动的 要移动就不行的 肝,唇肝,利肝 但终于喝大量的冰水 整天就想回家休息 好了,他人呢,就比较敏症 那么,满脑子呢,都是要工作工作工作 就是,挂着工作的情况 那么,通常呢,就是干咳啦,不想移动啦 移动就会差啦 任何个移动呢 就咳呢,或者痴气管炎他移动呢 那个胸口会很痛啦 或者移动呢,令到他头痛 就是,他可能这样咳咳咳咳 一咳呢,头要坐一坐,哇,很痛很痛的 那么,通常呢,他就,因为不想移动 他通常呢,就掩住个胸口的 等他咳咳的时候,掩住个胸口 就是,哇,咳咳的时候呢 那个胸口很痛的 通常呢,晚上,晚上,九点钟会差 但是,喜欢呢,就压按压 大力压,和喜欢躺在痛的地方的 那,平时呢,就喜欢喝水 还要大量的冻水 好,另外一只 就是胭脂虫,Coccus cacti OK,胭脂虫呢,Coccus cacti 就是有些,出现一些 这样的条状的黏液 的,OK,不断呢 是想清那个喉咙 就是有些,好像有些黏液 黏液,经常想清喉咙 那,还有呢,Coccus cacti 那时,你非常之劇烈 劇烈的Coccus cacti,是Coccus cacti 就想有吐的,OK 好了,那当然呢,他的身体 就是积了很多些,有口,有黏的 那些黏液,在喉咙和鼻咯 那,还有呢,很大量的鼻水 倒后流,这个都是 一个重心的症状 好了,跟着呢,就是 无尖苔了,Josella 英文叫,Sundu 一种植物 Josella,Sundu 他会吃昆虫的 好了,这种的 无尖苔的Coccus cacti 都是很劇烈的Coccus cacti 到,好像透不了气 那,其实好像,Coccus cacti 没有了气 很典型的白人Coccus 正常,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到 一些片段,因为白人Coccus 现在都不多了,你看那些小鸩 Coccus cacti,Coccus cacti,Coccus cacti 有时好像肺的Coccus 有时是净乱性的Coccus 通常Coccus cacti,就会 作呕,或者是呕出来的 Co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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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很严重的Coccus 就是白日Coccus 很典型的症状 这个无尖苔 是一个主要的白日Coccus 首选的尿剂 它Coccus cacti,就感觉 有一种干干,可能有些刺激 好像有些东西,有些 乳毛,就是乳毛,是在捞着它 它们觉得 就睡不得平,一睡不得平 就更差,夜暗黑 和五间是更加差的 好,另外一种 就是hippasulfurus 流化钙 hippasulfurus 这个hippasulfurus 这个hippasulfurus 这个流化钙 流化钙 主要阵营就是 因为受汗 而出现的问题 人是冰到打烂震的 那种咳 都是犬咳 烤烤咳 百叶咳 或者咳 可以是干 或者很多痰咳 但有痰咳 也好,他都套不到任何痰 那种痰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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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怕痛的 就是他觉得喉咳那里 哇,很痛的 那种 很割裂的痛 那种痰咳 任何东西都令到他痰咳 那这些情况 这些人的人 通常就是每次受汗 就会出现肢器官 很容易的 那一遇到冻空气 所以他整个胸就正在收起来 OK 那所以呢 遇到冻风呢 鼻子又失去 那种痰咳 很怕冻很怕冻 很怕少少风吹的 OK 那当然他喜欢热 暖会舒服点 包住身会舒服点 你会发现那些人 又拿着毛巾捆住了 那么 希不修的人呢 也都很喜欢吃草 OK 好了,另外一种 就兔筋 兔筋顾名思义呢 他最主要的症状呢 他就想作呕 和兔 就是很多时候呢 他就作呕而已 想作呕 但是他未必有兔 但是加上兔 还有呢 那些痰呢 通常呢 就是鬆的痰 吐得出的痰 那如果他发现呢 有了鼻血 和鲜的鼻血是更加对的 那他这种的 兔筋的呢 通常呢 就是有鬆的痰 Ш 那这些疰呢 就... 就是... 套不出来,但是有一个很好的症状,很重要的症状 就是那条舌头很干净的 就是你看看,那条舌头很干的,没有什么舌头,很特意上的干净 这个就是套根重心的症状 接着就是伦,phosphorus 伦 通常伦就是肢气管言和咳,声音沙啞 伦的人是很喜欢人陪伴的,喜欢多人的,不喜欢一个人的 伦的人平时很喜欢喝净的东西和汽水的东西 人是很开朗,很有同情心,很友善的 喜欢困住朋友,喜欢出街的人 当然伦营比较严重一点,差不多是肢气管言和肺炎 比较严重一点,凡身任何的冻咳,没有多久入肺 这个通常是一个轮型的人,分辨出来 有些少少瘦色的,其实有些血,那些旧的血 或者是直接有血,痰比较浓,大泡 而且感觉有些甜味,有些咸咸的甜味 所以任何的伤风很快入肺,导致肢气管言 这个就是首选的尿剂 咳,初初可能是干,但慢慢就变了濕 轮型的人,通常是喜欢躺在右边更多 就是躺在右边更舒服 平时喜欢吃朱古力啊,吃汽水啊,喝汽水啊 还有呢,雪糕啊,吃雪糕啊,这类的 喜欢吃鱼啊,还有吃那些有味的 还有刺激性的,香料宠的食物 嗯 好了,跟着呢,就是Pulsatela白头翁 白头翁的症状呢,有些肢气管言 是黄黄,有结黄的,黄的,绿的鼻涕 和那个痰,OK 通常呢,睡觉呢,就要坐起来的 枕头浪高的,因为它咳 通常都是小朋友,小朋友很多时候 这个疗剂,白头翁是小朋友的良药来的了 通常人们会哄哄哄哄哄啦 就是有少少痴身啦,要人抱啦 要人哄哄善善啦,但白头翁是不口渴 记住一下,白头翁的情绪呢 经常有很多改变的,病的时候呢 是有人陪,要需要人陪的 但是有些症状呢,是不喜欢人陪的 白头翁是喜欢抱着妈妈,抱着这样的 这个是10分钟,经常用得到的 那种咳呢,通常呢 是在早上呢,是比较松一点的 就是濕一点的 但是呢,到黄昏呢,晚上呢 比较干的,OK 白头翁呢,都很多时候呢 那个,他觉得呢,去出街 在户外的地方逛下呢 会舒服一点的 所以他的任何病征呢 你带他出街逛呢,他会舒服一点的 他又不喜欢焗,所以他喜欢出街 不喜欢吃肥腻的食物 吃了肥腻的食物,很多时候会 胃不舒服,肚不舒服,这样 但是呢,他又很喜欢吃牛油的 喜欢吃冰淇淋的 喜欢吃一些忌廉的食物 是creamy的食物的 好,另外一种 就是叫做Rumax Rumax Crispus 那个呢,是什么呢 是皱仪酸膜 叫做Rumax Crispus 好了,重心的症状呢 就是呢,肯定是觉得喉咙 定的那里呢,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撩下撩下 那种咳就这样来的 还有呢,喉咙呢 和那个支气管呢 有种损的那种感觉的 通常呢,就是包着身 包着脚,包着口腔,包着口腔 盖住的 因为你打开呢 风一吹到他的喉咙呢 他就会咳的了 OK 所以这种咳呢 就撩下撩下咳 令到他睡不到觉 一躺下就咳了 一个头一放下就咳了 一打开的身 包着的身一打开就咳了 小小风吹到那个喉咙呢 就会咳了 那这个呢,就是Rumax 那个皱、盐、酸、膜 Rumax的 亦都叫做Yellow Dog 英文叫做Yellow Dog 有主要的症状 好了,跟着是海绵 海绵 Tocid spongia Tocid sponge OK 海绵的症状呢 那种咳呢 就有一种好像很空的 空动 好像那把锯木那种 或者呢 好像海炮那种肺声 那种 就是大家有机会呢 去见过那些海炮呢 裙里面那种声音 就好像那些 好像那些木 那种锯木那种 那样的声音的 那这种咳呢 就吃东西 喝东西会舒服一点 那种烤烤咳呢 令到病人会咳醒 还有干咳呢 通常呢 说话或者唱歌 都会令它更加差的 那所以呢 当然会失声了 还有呢 它觉得呢 头龙呢 好像有个东西顶住 那那个咳呢 就好像 呼吸好像很困难的 很紧张 好像咳得一般的 就好像窒息那种感觉 那咳呢 通常记住呢 是很干的 好像锯木那样的声音的 这种就是那个 海绵型的支气管 和咳的症状 嗯 好 哇 这次很多了 因为呢 咳嗽和支气管炎 这个都是很常见到 也都呢 如果不及早去处理 其实都是挺严重的问题 就是刚才医生都解释过 有些人可能想着咳两三天 但是也都如果处理得不好的时候 可能呢 咳整两三个星期 或者几个月 都会有这个情况出现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大家呢 就是刚才 集下了那些资料 可以在家中常备这些疗剂 我们将会有一些套装呢 可以在陆创业健康店那里出售的 那就可以呢 让大家常备一些疗剂 在家中 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都及早可以治疗到 不需要等到呢 是出现了后遗症 或者很难搞的时候呢 才要去处理 那就麻烦了很多的了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余医生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一些疗剂 或者其他健康产品呢 可以联络我们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and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 自然疗法愈利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麻烦你了 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